那么调完贴图坐标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连续拼贴的范围要怎么设定 好 你看一下这个马赛克砖 如果假设因为这马赛克砖 它是一整片啊 就一整片这样连续拼贴 连续这样拼贴 OK 上下左右 那如果假设这个马赛克砖呢 我们的范围不要这么大 比如说举例啊 比如说我只要这个 大家看这里 我只要这四个 四片小的马赛克砖 这四片 一二三四 这个区块做连续拼贴就好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必须设定它的范围 那这个是属于贴图的这个范围 所以属于贴图的这个问题的话 突然请你去打开这个材质编辑器 Material Editor 你把它打开 注意哦 跟我们的这个UVDMapping UVDMap这没有关系 你不要在那边调 跟它没关系 突然我们到那个材质编辑器里面 有没有看到当初不是贴第二个材质球 马赛克砖吗 按这里 好 那它跟它贴图有关的哪一个通道呢 在Diffuse 慢反射文里面的这个 这个贴图通道里面 OK好 它一个M对不对 就是Map 就是贴图的意思 你就点进去哦 点进去点它 然后是不是产生一个B-Map的世界 就是位图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面板 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调那个贴图坐标 就方法一嘛 好 不是这里哦 再往下看 像这 有没有看这一个 这个有一个 这个英文有没有 Cropping 同来这种东西 Precements 就是所谓的这个 它的区域的截取范围 OK好 同来 首先你看View Image 就是说 把这个贴图呢 整个照片呢 把它摊开 那我们来看 所以你按这里 View Image 好 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整个照片呢 就是 OK 整个照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画面上啊 大家看一下啊 好把它拉开 同来你看 它就这个整个照片这样连续拼贴啦 好 但是我不要这么多东西连续拼贴 我只要其中一块 比如说 同来 比如说我要这一块就好了 这一块 OK 好 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啊 我们看一下当初是 是讲这一块连续拼贴嘛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这个 我们就以这里为例好了 这一块没错啦 都一样的啊 这边两个是一样的 OK 所以呢 你要把这个连续拼贴的范围 把它把它这个 缩减到这个范围 所以你把滑鼠移到这里 注意啊 你不能这样啊 你要把他让他有一个箭头 看到吗 有一个双向箭头 然后按着左键不放拖曳 有没有 这什么 这就是他连续拼贴的这个 这个范围 OK 好 把它缩回来 然后我们这沟缝吃到一半哦 OK 好像这样 OK 那再怎么办 他在你要按这个套用 或是说你可以先按套用啦 然后在里面调 Image 他就会就立刻反映 这样也可以啊 Apply Apply就是套用的意思 按他 你看是不是整个连续拼贴范围 就是在这个局务范围之内 以他为连续拼贴范围 OK 好 所以你看我打叉的 那这个把这个车编辑器给它缩小 你看你的这个贴乳座标 最主要就是以这四片的当连续拼贴的范围 OK 所以你按gizmo按这个 那你选择范围对不对 他有漫的说法命令啊 再复习一下 你从syz走看到吗 你对他按左边放往上 就是这个范围在平贴往下 你看了吗 就是这些连续拼的范围就这样设定哦 如果你要及时预览的话就是 你按这个材质编辑器打开哦 你选这个 然后到bmap的世界里面呢 我们先按apply好了 把它先打勾 打勾是进去去调 它会及时预览 所以你看我把它打开 比如说假设 假设我要哪个范围在连续拼贴 我要这个范围就好了 这个范围 OK 就是这四组颜色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直接拖上来 对着它 你看它就变了 看到吗 那你要选这里 就他们四个 他们四个连续拼贴 看到吗 这样 那过来 所以这个可以去 大家可以自己是发挥了 那你不一定说一定要四个 你可以把它调大一点 比如说我就给他这 这九个 这样连续评贴卡 这样也可以哦 OK 好 你就可以自己调 但是你要注意它的那个沟缝 这个沟缝 一定要大家平均的 这样一个情形 OK 好 那这个是基础的团 所以说你等一下自己试着做看看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其他则定 大家先试一下 那你这做完就打 它打叉 然后这地方的同学回到上一页 go to plant OK 那我们待会来介绍高光 我们等下来介绍那个 special level 跟grass thing 是这个东西 高光光泽度的设定 大家先试一下